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力》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444集 天韵子 一瞬间,王林体内仙力疯狂涌动,其拇指散发出妖艺之芒,好似把四周的一切光束全部吸引了一板 与此同时,王林身子向前迈出一步,拇指默然间向前按去 那中年男子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王林的这个神通 此刻看到王林再次施展,不由地冷笑,深吸口气,双手猛地一合 顿时,一股金色的气息从其眉心之处默然间散发出来 这金光极为眨眼,一出现便立刻笼罩此人全身 一股浩瀚之力从此人身体上默然间破散出来 说时迟那时快,王林的拇指瞬间临身,直接按在了此人身前的金光之中 那大汉吼道,锦束神通,委屈 默然间,那大汉身体外的金光好似活了一般,疯狂地蠕动 居然在王林的拇指按下的瞬间,形成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金色拇指 与王林撞击在了一起 王林嘴角露出一丝讥笑 右手拇指默然一收 与此同时,左手在储物带上一抹 昆吉边顿时在手中一甩而出 但听啪的一声清脆之响 那全身被金光笼罩的大汉 其幻化而出的拇指顿时崩溃 甚至连同其身上的金光也在这一边之下 默然间涣散 这是第一次 现在是第二次 二师兄,你可别躲 王林说着,手中鲲吉边默然一甩 再抽之下,这鞭子好似蛟龙 疯狂地呼啸而出 带起强烈的惊人之势 他的一声洞彻人心的声响中 那大汉面色顿时苍白 他元神在这一边之下 居然险些被抽出 他身体外的金光 此刻全部崩溃 眼看第三边就要抽象 大汉立刻退后数十丈外 一脸的震惊 盯着王林手中的鞭子 面色难看的说道 这是什么法宝 王林望着对方,轻笑道 哼,还有一边 还有一边 那大汉面色阴沉 轻哼一声 一拍楚带 顿时手中多出一把巨大的长剑 他手持长剑一斗之下 一股剑意顿时冲天而起 算上之前那个手印 正好三世 可来还有一边之说 今日 让我来替师尊 行礼门户 王林 受死吧 说着 他身子默然一冲 手中长剑 一抛而起 口中喝道 十方八罗阵 死剑一除啊 立刻由一化二 由二化四 转眼间便密密麻麻 化作无数 从天空漠然降临 直蹦王林 与此同时啊 这中年男子 潭膝坐地 双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黑雾 从其天灵之中迅速冒出 在半空久久不散 随着此人的咒语越来越快 那黑物啊 也越来越多 远远看去 好似黑云压顶一板 王林目光一声 右手一点仙剑 此剑立刻飞出 直奔天际降临的那些飞剑 与此同时啊 弯刀紧随其后 好似奔雷直冲而去 但听阵阵轰隆的巨响不断的传来 天空之上降临的飞剑 一把把疯狂的碎裂 化作片片碎痕 向四周落下 做完这些 王林左手一挥 战斧赫然在手 这一刻啊 他好似一个远古战神 一步之下踏出树杖 手中战斧默然向下一站 直奔那盘膝坐地的中年男子斩下 那中年男子猛地睁开双眼 这一刻的他 双眼漆黑一片 他凝笑一声 身子默然站起 天空之中的黑雾 好似漏斗一般 疯狂地化作漆鼓 顺着此人蹊跷钻入 尽数神通 险魔体 在中年男子大喝一声 身子向前一趟 王林手中的战斧 瞬间站在此人身上 只听一阵好似金属碰撞的声音回荡天地 那大汉身上没有留下半点伤痕 至于王林呢 他感觉到一股大力从战斧内传出 顿时手臂一阵酸麻 大汉宁笑 身子一抖 整个人瞬间化作一团黑雾 疯狂地向着王林卷来 其所过之处啊 大地干裂 草木枯萎 王林目光一闪 身子后退 与此同时右手一挥 手腕之上的驱兽圈呢 立刻脱离而出 落在一旁 砰的一下 化作射神车 王林眼中杀鸡一闪 此人一出手便是那所谓的禁法神通 这神通的确威力极大 若非王林法宝极多 根本就无法立敌 那中年男子化作的黑雾 疯狂地席卷而来 直奔王林 此刻 天空之中的仙剑 一闪之下直奔黑雾冲去 弯刀紧随其后 几乎瞬间便从那黑雾内直接传透 黑雾中传出中年男子的轻横 一卷之下 不顾刀剑铃声 直接冲向王林 王林眼中寒芒闪烁 右手掐绝 口中轻吐 我摩指 司徒男传授的第二式杀招神通 展开了 一道紫色火焰 从王林右手食指间 漠然散出 这紫色火焰忽明忽暗 看起来极不起眼 好似随时可以熄灭一般 但这一丝火焰呢 却是王林在司徒男的教导下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勉强学会 此火乃是魔火 以体内先例燃烧 逆化之后所产生的一丝魔火 其威力啊 以司徒男的话讲 等闲应变中期修士 欲知必亡 火焰在指尖缭绕 王林目光阴寒 此刻的他呀 在这一丝魔火的映照下 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一股邪义之感 他右手食指向前一指 黑雾席卷而来的瞬间呢 指尖上的魔火弹出 融入黑雾之中 顷刻间那黑雾内 好似沸腾的滚水一般 漠然间翻滚云涌 在王林身前三尺之外 迅速后退 其内传出阵阵惊呼 王林嘴角露出冷笑 身子向前一冲 右手一翻 昆吉鞭在手 狠狠地一冲而出 但听啪啪树声 王林手中的鞭子 疯狂地挥舞 那黑雾翻滚更加距离 好似将要崩溃一般 急迟后退 王林紧跟不舍 手中的昆吉鞭疯狂抽出 此刻呀 一只光旺的三人中 赵兴煞面色一变 身子一动 立刻冲出 口中喝倒 老气 住手 赵兴煞口中说着 右手一拍楚戴 顿时啊 一个白色的光轮在其手中出现 他眼中闪过一丝诡异 正要一甩而出 就在这时 王林猛地回头 盯着冲来的赵兴煞 口中喝倒 你 给我滚 赵兴煞面色一变 冷笑 不弹不退 反而速度更快 手中光轮一甩之下 直奔王林而去 王林眼中轻蔑之色一闪而过 左手虚空一点 放在一旁的摄神车 憨声道 解封 这二字一出口 单听一声震惊天地轰动整个山峰 甚至方圆数万里内都可以听到的一声惊人的咆哮 漠然间从摄神车上呼啸而出 这声音中透出一股不驱之色 不驱天 不驱地 不驱仙 不驱魔 不驱世间一切的呐喊吼叫疯狂的扩散开来 照星煞的身子 瞬间停止 他面色苍白 转身呆呆地看了一眼摄神车 身子立刻暴退 摄神车上 一头高约百丈的巨大魂兽 抬起了其硕大的头颅 露出两道冰寒至极 让人望之全身颤抖的幽光 此魂兽一现了 百威毫不犹豫地立刻后退 远远地退出千丈之外 这才停下身子 盯着魂兽眼中尽是害人 至于那应变后期的女子 也是面色一变 身子退后数百丈外 望着那魂兽目中露出思索之色 从其表情上看 显然此女对于这魂兽也有忌惮 她们尚且如此 就更不用说外围的那些子宗弟子 这些弟子 一个个表情全部都是震惊 刚才那一声不屈的吼叫 让一大半的弟子心神狂震 甚至有一些无法继续飘行 体内灵力的流动都被阻断 四周的弟子中 也有一些执法长老 他们此刻内心暗自交往 心道 这十祖大人弟子夺敌之事 看来万万不能参与 能被十祖大人看中收徒之人 岂有弱者 别看此人只不过是应变初期 但其综合的实力 却是连应变后期都有些瞳孔收缩 四周的弟子 纷纷退开 看向王林的目光震惊之中 又多了一丝敬畏 强者在哪里都会受到弱者的敬畏 这一点在修真界是铁石定律 王林目光阴寒 盯着急迟退走的照星上 口中轻声道 杀了他 我允许你吞他的魂 成为你的祭品 射神车上的魂兽 猛地转过硕大的头颅 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 再次咆哮 这一次 他身子默然一动 在哗啦声中啊 单间一条条粗大的铁链 在其身上出现 与射神车连接在一起 但此刻随着他的一冲啊 那铁链被拉得笔直 发出咔咔声响 好似随时可以断裂一板 甚至射神车都被此魂兽一冲之下 直接拽起 在后面紧跟不舍 照星煞面色大变 疯狂地后退 口中吼道 老三老四出手 王林冷笑 不再理会照星上 而是手中鞭子一甩 再次抽向黑雾 黑雾中的惊呼啊 越来越距离 三夕过后 黑雾默然间全部崩溃 化作中年男子 此刻的他 面色苍白无血 眼神涣散 刚一落地啊 双腿一颤 险些摔倒 就在这时 王林一鞭子抽来 直接落在此人胸口 但见其原神 默然间从体内被生生抽出三尺 王林收起鲲基鞭 右手一挥 尊魂翻在手 他一抖之下 其内几个主魂立刻闪烁而出 向着中年男子的原神追去 做完这一切 王林从容地站在天地之间 目光平静 四下一扫 远处所有子宗弟子 均都纷纷低头 不敢与王林的目光触及 甚至那些执法整老 也是纷纷低头 内心充满了惊骇 这 这王林出自一个废弃性 怎么会拥有这等神通呢 这个疑患在每一个人心中不由的生起 久久不散 最终王林的目光落在白薇 与那应变后期的女子身上 平淡地说道 你二人可还想出手 白薇苦笑摇头 那女子则是目光一闪 娇笑道 老七今日发威 倒是让我们真正认识了你 之后若是有机会 你我二人再也站不迟 王林点头 右手一招 追击中年大汉的几个主魂 立刻放弃追击 迅速回到王林身边 在王林张口一袭之下 全部吞入口中 进入到原神中的尊魂藩内 那中年男子的原神 此刻充满了惊恐 他真的怕了 刚才他以禁法神通化作仙魔体 本可吞噬一切物质 但先是对方刀剑无法吞噬 随后又被那看似弱小的紫色火焰 融入体内 造成仙魔体崩溃 反噬之下受了重伤 更是体内存留了一丝对方的那紫色火焰 燃烧之下 全身血液迅速气化 这还没完呢 对方那诡异的鞭子 连续抽击之下 他伤上加伤 边边透过肉身传递到原神之上 最终的一边呢 更是把原神抽出 这等神通法宝 让他心神 续真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